大家好 我是苏小河 今天我们继续说一说包子迪 最近在干什么呢 南方涨大水 大半个中国都泡在水里面 无数的老百姓在哀嚎 流利失所 三峡大坝的水已经涨得不行了 今天据说晚上的时候要 三峡上游的水最高洪峰 要通过三峡大坝 今天是叫做什么 七孔流血 对吧 也就是说三峡大坝是七个孔在泄洪 那叫一排山倒海 有人就说这个不是一个好征兆 称之为七孔流血 长江完了 三峡大坝完了 你说一个人如果七孔流血的话 那不就马上去嗝屁了吗 说三峡大坝七孔流血 当然当时也不知道是谁设计的 为什么要搞七个孔流血 那你泄洪呢 搞六个孔行吗 或者搞十个孔行吗 或者是可能有十几个孔 但是最近为什么只有七个孔泄洪呢 总之就是中国人都算命嘛 是吧 这个就是不是个好兆头 然后就是所有人都在对着高山喊 习大大你在哪里 对着这个长江喊 习大大你在哪里 对着这个孙岭喊 习大大你在哪里 对着这个海洋喊 习大大你在哪里 对着这个旁马妈喊 习大大你在哪里 还有对着这个好几个私生子 包子里的私生子在喊 习大大你在哪里 总之全国人都在喊 觉得这个中国大事不好 习主行李赶紧出来为我们做主啊 可是习近平这几段时间 今天真的就是啊 叫做什么 看不见人了 躲猫猫啊 不知道干嘛去了 说喝小酒 昨天我们说他喝小酒 听小曲 还有谣传来自中大海滴沟 下水的消息说 习近平这段时间最想念的人 你知道是谁吗 你们谁都猜不到 我告诉你 习近平想念金正恩的老婆 为什么 英国金正恩的老婆漂亮啊 年轻了是不是 那彭丽媛跟习近平比 跟金正恩的老婆比 虽然都是唱歌的 但是彭丽媛大妈呀 是不是啊 他60岁的人了 对吧 那金正恩的老婆她80后啊 那叫一年轻的是不是 而且长得的话 比彭丽媛应该也好看点吧 脸型圆圆乎乎的 一看就是朝鲜美女吧 啊 他们说这个朝鲜半岛啊 南方啊 就南韩 韩国的这个小伙子 那叫一个个个都是帅哥 知道吧 嗯 男孩是漂亮 那北韩呢 就是姑娘漂亮 那所以北韩的姑娘是很漂亮的 这个习近平自从见了啊 啊 金正恩的老婆以后就魂不守舍 做的那个 那也长得一漂亮啊 歌也唱得好听啊 哎呦 那一那个舞蹈也跳的是 习近平是魂不守舍 小心肝 当然也一个颤抖 你知道吗 所以说这段时间 他想念这个 啊 金正恩的老婆啊 然后呢 希望他再次到北京来访问一次啊 然后在一起喝喝茅台酒 然后听他耳不长长小曲儿 哎呀 觉得这个人身不虚此心啊 在搞这个事儿啊 当然这是来自于中南海下水道的消息啊 总之呢 就是习近平不见人啊 怎么喊也不见人 以为他去睡大觉去了 他怎么可能睡大觉呢 这两天我终于看明白了 我就一通瞎琢磨啊 真的终于看明白 这是我的创造发明啊 很厉害的啊 不佩服不行 他在干嘛 再为二十大 再为二十一大做准备呢 那叫真干大事儿 做了几手准备 我告诉你 嗯 真的 就是他这个人呢 你不要小看他 他的最大的工作就是确保自己 永远这个当皇帝啊 永远当中国的老大 永远当和谐你知道吧 所以下面有人在喊习近平万岁 他自己觉得自己能够活一万岁 他不死 他已经完全是就是不知道自己十个人了 他觉得自己肯定不会死的 今天的科学这么发达 医疗这么发达啊 他肯定可以活一万岁啊 据说也是来自中南海下水道的消息啊 说他把这个中国最顶级的啊 医生尤其是搞器官移植的啊 医生叫到中南海开了一个绝密的会议 就研究他的身体啊 他的所有的肝脏啊 所有的器官把它全换掉的话 包括脑袋都可以换啊 所以医生派了胸部说的 习主席你放心 我可以不仅应可以换你的脑袋 我还可以换你的这个生殖器啊 没问题的啊 你今天68岁的人 我可以给你换一个生殖器 让你变成这个18岁 18岁的小伙子 一晚上可以好的好的刺 是不是 我们都这么过来的 这个年轻一状啊 真是这个挑灯夜战绝不绝不休息 所以习近平现在也据说这个梦想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要换脑袋换肝脏换胃 什么都能换我告诉你啊 换心脏 什么都能换 然后活一万岁没有问题 他真的相信医生 所以这个以前这个3011医院的楼顶部署说的 我们可以让中央领导人活到150岁 这是最保守的估计 你知道吧 习近平他活一万岁 他真的相信了啊 就像当年毛泽东啊 说粮食磨产2万斤 他真的相信 你说毛泽东从小种田的跟我一样的 是吧 十来岁的时候光着屁股在水稻田里跑 我们那边种水稻的啊 那帮着这个放牛啊 或者是帮着插秧呢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一某天产多少粮食呢 是不是 我像我这种人太知道了 有的一某天你能够打一个 600斤到800斤粮食 那不得了了啊 如果到1000公斤 到1000斤 那叫做绝对丰收 我告诉你以前的因为这个种子也不好 土质也不好 肥料也上班 所以呢 就产量很低 四五百斤就不错了 所以为什么老是闹粮荒呢 因为产量不够 为什么袁农平这种这个片子 他能够啊 能够在中国红起来呢 是因为他可以让你的产量上去啊 虽然呢粮食有毒 虽然呢你什么什么杂交水稻 啥都不是 可是你一某天经过杂交水稻 种植以后 你可以产到2000斤呢 那不得了了 翻了好几倍呢 你说是不是 所以袁农平在中国的科学界的地位很高 虽然也是个大忽悠啊 是个骗子啊 这是咱就不扯远了 就像这个习近平 他真的相信自己可以活一万年 所以他最近最大的工作 我告诉你 或者说他自从上台以来 他最大的工作就是要谋求永远当皇帝 永远当总书记 永远当就三个职位吧 一个是国家主席 一个是党的总书记 一个是中央军委主席啊 这三个东西一定要一键挑 完了以后200公斤麦子不换肩 你这会儿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说200公斤麦子不换肩的吧 三个职位挑在他的身上 永远这么挑下去不换肩 就这么干到底 你服不服吧 我告诉你 所以他这一段时间 应该说他从上海以后啊 他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都是为这个目标 所以他现在回想起来 他说反腐反腐反腐 其实他反的最厉害的 你知道是哪 就是军队啊 所以军队的好几人 这个什么军委副主席 全部被他干到 还有什么政治部主任 包括牛园这样的这个红二代 都被他干下去 好多好多牛亚州这样的红二代 也被他干下去 他把军队是清洗的最厉害的 军队全部变成他的人啊 所以到今天为止 他认为他对中国的解放军的控制 那已经是啊 叫做坛子你抓乌龟 手到齐来啊 手一伸进去就能抓到 绝对在他的控制之下 你知道吗 所以其他的那些反腐 那些什么薄熙拿呀 这些他都是顺手敲一敲而已啊 什么啊 第二个就是什么 为什么他一定要干到这个什么 周永康啊 周永康你想想 他是常委啊 中卫有传统的 要行不上大夫 周永康都当这么大的官 你至于把他拿下来 让他没有权 你不就得了吗 他为什么一定要拿掉周永康 为什么周永康是政法王 政法王封管了很多很多的武装力量 武警 还有整个公检法系统 都是政法委书记管的 全都是周永康的掌中之物 他必须要把他拿下来 你们知道周永康在这一块 他经历了很久啊 所有的人都是他一手提拔的 那些人都是为了周永康干脑涂地 都这么说的啊 至少习近平是这么想的 其实不见的 周永康一下啊 有那中国的官场 那叫做人走茶凉 你今天宣布退休 明天就没人屌你 什么叫做干脑涂地 什么什么蛇 什么出生如死 这都是瞎吹牛逼 你知道吗 但是习近平不放心 所以他必须要打周永康 把周永康打下来 而且打周永康的过程 我们也记得 他不是上来就把周永康干倒 而是上来就制造一个声势 说周永康有问题啊 所以连全国政协的发言人都说啊 有很大的腐败分子啊 然后说了一句你懂的 是吧 康师傅康师傅 那时候江湖上流传着 康师傅即将被搞的这么一种各种小道消息 但是就是只听雷声不见语 但是啊 康师傅周永康的所有的这个 脑诺 他的下面的所有的与他有交集的 被他提拔的一众的官员 全部都一个一个的搞下来 尤其是周永康曾经工作过的 那个什么四川还有那个石油部 对吧就这些地方 那叫做斩草除根 所以周永康人没有被收进秦城的时候 他下面那些官员呢 包括那什么啊 成都市长啊 四川省的省委书记啊 还有海南省的什么省长啊 什么的全都一溜的干下马来 一个不留 这就是共产党啊 这个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的一个 一个什么必杀机啊 他抓你你只是一个抓周永康 周永康只是一个最后的一步棋啊 在之前他已经把周永康所有的这个 关系网全部跟你打乱啊 所以这个习近平这些年可没少做这样 所以为什么 因为他要稳固自己的权力 他要永远把这个官呐 把这个皇帝要当下去 所以他搞定了军队 搞定了政法委 其实政法委他最后还觉得没搞定 所以前一段时间我做了一些节目 没有引起朋友们注意啊 就是习近平最近又对中国的政法系统 要展开全面的一个延安整风式的运动 就是你们这个年轻人呢 不只说延安整风 你们不知道有多残酷啊 那真的要残酷 我告诉你 可能今天晚上你在开口 明天早上你就是阶下囚 可能今天早上你是阶下囚 可能晚上你就是伸手 伸手益处啊 非常残酷的 人人过关 人人喊打 没有一个人惜免于难的 非常残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习近平他为什么要对整个政法系统 要展开一个延安式的整风 其实也是不放清公检法这三条线呢 因为这个地方还是周永康的人嘛 所以江湖上谣传说这个孟建柱也出事了 习近平要为他事物 孟建柱也是一个老头都退休了是吧 没有任何职务 为什么要动他呢 也没有见到孟建柱要接干起义 要跟习近平过不去啊 不 因为整个政法系统还是要么是周永康的人 要么是孟建柱的人 而孟建柱接的就是周永康 所以他对这块极其不放心 这么一路我跟你就白吃过来 你就知道今天习近平在干什么 其中有一块是他最最最最最看重的 就是北京市公安系统 因为北京嘛 中国的习近平的办公室就在北京嘛 中南海嘛 所以北京市公安局 他不仅仅是一个什么啊 北京市的一个社会治安的一个管理系统 他是习近平的这个护卫军的御领军啊 你知道吗 除了武警以外 还有这个北京市公安局 他一刻也不能大意 所以我们看到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这个位置啊 是极其重要 也是极其怪异的啊 经常有这个公安部的部长啊 直接兼任这个什么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啊 上一任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叫王小洪啊 这个王小洪是什么人呢 王小洪是北京市公安局局的局长 北京市市委常委 这样的一个职务在北京市里面就是个 就是个什么啊 副省级吧 因为他是副市长嘛 就是个副省级 很一般的一个官员 你说你要去什么啊 一个省里面你建一个副省长 那很一般的呀 是不是 根本就不算什么大官 最多他的最主要的职位是公安局的局长 公安局长有权嘛 但是公安局的局长如果不坚任北京市的副市长 他就是个政局级干嘛 他就位位置更低啊 根本就是在北京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关的地方 那一块小马仔而已了 但是你要知道王小洪他同时是公安部的副部长 而且是常务副部长 常务副部长的意思就是他是个正部级 副部长正部级 他的级别跟这个什么公安部的部长是一样的 所以你想想一个什么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 一个正部长一个正部级的一个当官的 跑到北京市公安局当一个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 这个东西他怎么处理呢 你要知道北京市的市长他的权力的话 他肯定没有公安部的一个常务副部长的权力大呀 你说是不是 所以你想想当你比如说北京市的市长管的就是公安局的局长 你说是不是 所以你想想北京市的公安局长要开会 说要开一个什么 比如说开一个主题会议治安会议 完了以后通知下面的各个局的局长一把手来开会 那就一定要通知公安局局长 公安局局长又是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 你说他到底做哪呢 是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平起平坐呢 还是坐在北京市市长的上面呢 他很怪异 他为什么这么怪异 就是因为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 他是一个肩负着 互为中南海包子迪的这么一个所谓的一个 准育领军的这么一个位置 所以最近这个王小红的职位就下来了啊 就是正式宣布不再兼任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 就换了一个人啊 这个人名字特别怪 叫齐齐领军啊 这个齐字哎呦说实话我是查过的我不认识 这个我可不敢随便连这个字看上去像个圆 圆蛋的圆啊 就是一横一横一撇 圆是树弯勾吗是吧 这个字是一横一横啊 然后一撇 然后一竖 不认识 我本来想学学包子迪说这个 说什么通商宽衣的啊 本来想说宽衣像衣啊 让这个金正恩的老婆在上面宽宽衣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好吧 咱们不认识也不认识是吧 不要老的一懵就舌头一滚就过去了 我特意查了一下 念齐是个中国人的姓氏里面极其罕见的一个姓 不认识啊 也也情有可言啊 没有文化啊 我承认没有文化 这个齐齐局啊上来以后 也是兼任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 北京市的市长公安局局长 但是啊 他不是那个什么公安部的这个副部长了 这个东西他也很也很诡异啊 你要自己琢磨 为什么他不是公安部的副部长呢 因为你要知道公安部这一块 习近平是极其不放心的啊 真的好几个公安部的副部长 都被习近平收进去了 至少有三个人了吧 轻轻轻松一算 一算啊 有三个人了啊 一个叫什么 我想不起梦吧 还有一个最近有个什么人呢 不记得了 反正就一共就几个副部长 有三个副部长 直接被习近平一个收益当中啊 就给干倒了 你说在公安部的副部长 那当一个官呢 那真的是每天进去都有可能 每天上班上都是下来的 多做 都有可能自己 这一上班就出不来 估计他们每天上班 都跟自己老婆 老婆我今天上班去了啊 我有可能回不来了啊 我一切都交给你的 孩子交给你的啊 二来也交给你的 孙子也交给你的 都交给你的 拜托了啊 拜托啊 他不知道啊 太危险了 这就意味着习近平对公安部是不放心的 所以这次他干脆就让北京市的公安局长啊 就不再是公安部的人 而就直接是从下面调过来的一个人啊 完全听命于他 所以在习近平的直下围观呢 你千万不要嘚嘚 说今天你被啊 习近平重要 你以为你能怎么着 明天就可以把它换下来 习近平就是把你用过了 你有一点用先用力再说 用完了以后一脚把你踢开 这是土工的最这个拿手的游戏啊 所以我们说了嘛 啊他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二十一大 他要这个继续当中国的皇帝啊 因为他宪法修制已经修宪了嘛 国家主席可以继续当嘛 所以二十一大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起义局啊 啊总书记肯定会有一个新人 是吧 他不再当总书记 总书记你到了两天你不能再当了嘛 你你你党章好像没有通过嘛 是吧啊 宪法也没有没有改嘛 那国家主席一定会干 王岐山一定会干副主席 习近平一定会干这个叫什么啊 国家主席 然后军委主席可以继续当啊 那永远当下去 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未来的中国啊 二十一大以后的中国 一定是一个国家主席制啊 也就是类似于总统制 不再是总书记制 总书记可能搞一个习近平自己的人 比如说这个重庆的这个陈敏儿 你当一个总书记啊 那邓小平当年也当过总书记的 但不是最大的官嘛 是吧 所以习近平真的是在干大事 他要把所有啊 有可能啊 让他当皇帝啊 节外深知的不确定的因素 全部干倒 所以他要不断的布局 至于这个南方洪水有多大 死了多少人 三峡是不是垮 光我屌事啊 只要我能够当皇帝 一切都不在话下 这就是今天的细胞子啊 谢谢大家